我剛剛其實在就職典禮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 三十幾年前有一位45歲的部長叫做連戰 也有一位45歲的部長叫做簡宥欣 那我剛剛也有提到 大我兩歲的50歲的部長是葉菊蘭 那這就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 那個時候的台灣其實大家都能夠接受年輕的部長 那我剛剛所舉的這四個例子 包含我在內 三個例子包含我在內四個人裡面 應該有三個人不是念交通背景出身的 所以台灣社會在過去其實有相當多這樣子的過程 而交通部大家應該也理解 它的業務範圍非常非常廣大 懂軌道的不一定懂得空運 懂空運的不一定懂得海運 懂海運的也不一定懂得氣象 或者是郵政就是郵局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想最主要在作為這個部會首長 最重要的關鍵的能力 我認為是溝通 我認為是協調 那我認為是還有領導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未來可以看我在這方面的表現 我相信大家也歡迎大家 來給我多一些指教跟評論 那我也相信說在交通部這麼大的部會 我剛剛有強調過 我們這裡有六萬一千多位專業人士 在這個部會裡面為台灣的交通 為台灣的觀光 為台灣的氣象在努力 我相信有他們的帶領 有他們的帶領 我這個部長在他們的專業的指導底下 可以做得很好 他當時怎麼講 他當時在規範全國適用勞動計劃後 他第一句話就講到 我心裡面一定有勞工 因為我自己也是勞保 跟大家都一樣